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有数式的灯全灭了 外星人顺手解除刘成的失重状态 随后消失在产房门前 没多久金色UFO离开医院 周围的店里恢复了正常 一个小生命降生了 这时正好是晚上9点钟 孩子取名为刘贝贝 出院这天 刘成兴高采烈的来到医院接妻子回家 好儿他妈输赢摸摸儿子的小手 被电了一下 刘成不信将嘴槽过去亲亲 也被电了一下 两人一脸懵的发现儿子在电 夫妻俩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的孩子居然这么特别 为安全起电 夫妻俩只好将家中所有导电的物体 都产生了绝缘交付 爷爷奶奶与姑姑来了 用电笔一侧 火果然有电 为了让贝贝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慈爱的爷爷严禁大家将这件事说出去 时间如白鞠过戏 转眼贝贝已经六岁了 却被要求整天戴着一副红手套 每天被囚禁在家中不让出门 但好动贪玩是孩子的天性 看着楼下的小朋友们都在和家人一起玩耍 贝贝早就心仰难耐 老爸老妈刚回家 他便补了个空隙偷偷溜出去玩 没多久便被气呼呼的邻居阿姨领了回来 说贝贝用针扎他们家毛毛 老爸一看不妙 赶紧拿了两个苹果赔礼 原来没带塑胶手套的贝贝 见毛毛摔倒了 却扶他时垫倒了他 贝贝很委屈问爸爸妈妈 为什么从来不与自己亲近 也不让自己摸别的小朋友 刘昌将贝贝的手放到铁纸的桌子上 灯使火光四溅 告诉儿子 你是个与众不同 带电的孩子 给贝贝定了几条纪律 一出去必须戴手套 二不许摸别的小朋友 三不许对任何人讲这件事 每天都憋在家里 没人和自己玩的贝贝伤心的哭了起来 为安抚贝贝受伤的心灵 夫妻俩决定在周末带他出去玩 贝贝破提微笑 公交车上 贝贝兴奋的东张西望 见红灯变得太慢 贝贝小手一挥 信号灯马上变成了绿色 一路畅通无睹 刘昌与书莹给老奶奶让的座位 被厚颜无耻的眼镜小哥抢了去 贝贝悄悄摘下手套去摸扶手 眼镜哥立马弹了起来 老奶奶坐了回来 游乐场里 贝贝坐飞碟上了瘾 死活不肯下来 还将老爸垫倒到一边 自己开心的操作着垫 让飞碟旋转起来 其他买了票的小朋友急坏了 现场一片混乱 直到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把垫断掉 贝贝才遗憾的下来 贝贝一系列的熊孩子行为 回家后自然免不了一顿胖子 贝贝哭着答应爸爸 到学校后一定乖乖听话 贝贝终于上小学了 和老师握手时 只有他一个人戴着手套 引着同班女生金凤等人的议论 怀疑贝贝的手指有残疾 善良的小姑娘微微站了出来 替贝贝解了围 放学路上 贝贝见一群坏学生在欺负小狗 贝贝摘下手套 出手揪去他 并将小狗带回来家 再看贝贝这边 每天被忘女成放的妈妈 逼着学舞蹈 钢琴 画画 数学考试得了98分 老爸还不满意 绷着脸严厉的训斥道 等吃饭的间隙 还要被逼得读安徒生童话 终于开饭了 疲累不堪的微微也睡着了 音乐课上 老师教大家唱拍手歌 贝贝因不摘手套与小伙伴互动 被金凤告状 可摘下手套与他互动后 被电到的金凤又告了状 老师 贝贝用手宁我 不能说出秘密的贝贝 理所当然的被罚了作弊圣棍 看着愉快玩耍的同学们 贝贝再次小手一挥 下课凌手响起 提前放雪漏 纯大舌大爷一脸茫然 游泳课上 担心水岛电伤害的同学 善良的贝贝不敢下水 只好逃了课 他将自己带电的秘密告诉了微微 并带微微来家里看小狗 一起给他洗澡 弄得家里一团糟 老妈回家后暴怒 没办法 贝贝只好与微微将小狗带到了学校 藏在楼下的杂物间里 爸爸从日本给金凤 带回一支会唱歌的电子表 他在班里炫耀着 故意不给贝贝玩 气他 于是贝贝在上课时发功 弄响电子表 老师将其没收了 纯大舌大爷听到有狗叫 从杂物间里找出小狗 将它交给了老师 谁知狗狗把电子表吃进了肚子里 次日贝贝将此事对老师说了 金凤听后 只要杀掉小狗 取回自己的电子表 其他同学纷纷反对 金凤想了想 放弃了杀小狗的念头 也不让贝贝赔表了 同学们纷纷鼓掌 两个小伙伴握手言和 校计足球比赛开始了 本校的足球队连丢三分 贝贝主动请赢上场 对方防守球员 来一个垫走一个 连连进球 很快便将比分扳平了 威威上前庆祝 得意忘形的贝贝 一时忘记叮嘱 没戴手套直接碰到威威 不小心将它电晕 老师以为贝贝踢了威威 气坏了 傍晚贝贝带着两个苹果去看威威 威威的爸爸不让他进门 失落的贝贝在门口拨弄着扶梯 屋内的电子琴遥相呼应 威威知道贝贝来了 执意相见 威威的老爸出去后 只见黑夜中门口的楼梯上 孤零零的留下两个苹果 老师到贝贝家里告状 书莹几次想将真相告诉老师 都被流畅阻止了 雨夜里 贝贝遇见一位盲人老爷爷 老爷爷希望贝贝可以扶他走的路 但贝贝怕电到老人 只用声音为他引路 这时老人不小心睡着 贝贝下意识上前搀扶 却蹦出一团巨大的火花 老人起身后竟然双目奉鸣了 那只UFO再次出现在天空中 贝贝以为自己电话了老人 害怕极了 到这欠跑远了 老人很感激让他重见光明的贝贝 几经周折 终于在学校里找到贝贝 老师与同学们 得知贝贝是带电的孩子后 恍然大悟 为之前的误会向他公开道歉 人体科学研究所的老院长 对此很感兴趣 让贝贝带进所里搞研究 贝贝很快便登上头条 成了校里的风云人物 还成为渔业公司 曼鱼宝的行星代言人 广告废舍 一套豪华家具 老妈乐开了花 这天贝贝又被接去 人体科学研究所 搞人体实验 在路上遇到了薇薇 求他救自己 每天被求见在所里上不了课 见不到小伙伴的贝贝 烦闷至极 三个小伙伴利用小狗 给贝贝送信 将他从研究所里揪了出来 贝贝将自己的苦恼 讲给大家听 小伙伴们商议后 一起跑到城城上去 呼唤外星人 想摆脱这个烦人的超能力 几个人在城楼上喊了一天 外星人却一直没有出现 直到傍晚 贝贝再次向天空发光 后边睡着了 不久后 他被一个奇异的声音惊醒 外星人再次出现 他本以为赋予贝贝 这种能力能帮到他 但贝贝说 自己只想做普通人 于是外星人拉住贝贝的手 收走了他身上的店 贝贝在医院里醒来 刘长宇书莹惊喜的发现 贝贝身上的店不见了 贝贝开心极了 他终于可以不用再被研究 可以回家 上学去了 兴奋的抱起爸爸妈妈猛亲起来 学校中 贝贝与小伙伴们 开心的跳着拍手歌 外星人在人群中若隐若现 见贝贝也找回属于他的幸福 宇宙飞船也离开了这里 霹雳贝贝 处处与孩童的视角看世界 无论是担心贝贝带店 不能与朋友同学好好相处的贝贝爸妈 还是努力与同学交朋友的贝贝 以及贝贝偷偷用店 能满足自己愿望的熊行为 阴差阳错为盲人爷爷治喉眼睛 用自己的店能教训了抢作的青年 虐狗的孩子 以及闯着家里行妾 却自己喊警察来抓自己的倒霉小偷 都透着孩子的纯针 极对事物探索的心理 哪怕是一般而言 代表进行可怕实验的研究所 在这里也仅是一个枯燥乏味 没有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甩的场所 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也仅是长相严肃些的常人 这部31年前制作 成本不高的科幻片 从外星人用科技赋予新人类超能力 电能为起点 连带科普了一些电的知识 以贝贝从没有朋友 倒与朋友一起解除超能力为终点 有着父母的关爱 朋友之间的友情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情谊 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有趣的故事 每次看到结尾 对于贝贝选择不要留下电能 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想法 假如你没有超能力的话 是否会像贝贝那样放弃呢 最后与哥希望 每位在努力生活 学习 工作的各位 不管在哪个年纪 都六一节快乐 岁月不老 童年不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宇哥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公众号里的铁粉专区里 有更多精彩能用用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